这两天人们看到了这个发改委有一个负面清单 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它里面有一点让人感觉到非常意外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 它宣布非公有资本将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这样一来的话 除了百分之百的国有控股的 别人都不能参与经营了 它实际上把整个新闻领域全部要收归国有 这就带来了两个消息 坏消息是以后民营企业和自媒体不准播报新闻了 好消息是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坏消息了 是不是很意外 大家都认为迟早有一天会这样 但没想到这么快 所有的新闻媒体 平台 频道 频率 报纸 杂志 广播 都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公有资本 按这样说的话 不仅不能有民营或者私人资本 可能连上市 参股 控股 都谈不上 因为百分之百的话 就全部变成党的喉舌了 这还叫新闻媒体吗 那现在已经股份制改造的 上市融资的 这些卫视啊 这些东西 看样子都得改 一夜之间 他要收回对新闻的管控 之前收的还不够多吗 我们就连刊单报纸 都能在中风上看到 某某某宣传部监制 现在好了 现在全归它了 你连吞一口气 都不现实了 那这个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或者说 在中国境内实行 这个境内的范围在哪呢 香港和澳门是不是也在里面呢 所有的这一切 让人感觉到 辛辛苦苦三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即便是在今天 人们能偶尔看到的一些 社会的负面新闻 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小报 一些据说 敢于发声的 是吧 敢于亮剑 向社会不良风气 做得真的 这些新闻媒体 有的时候 咱还可以夸夸它 好歹还做了件人事 报道了一些 正在中国发生的 让人感觉到 比较关注的新闻 那作为自媒体也好 作为这个 民间 难得发一发这个 游走在这个 边界上的一些字眼 那么这些 无论是网络上的大V 还是 仅仅是平民之间 传播一些突发新闻的 看样子今后都玩不转了 但是这个消息呢 也不能算特别坏 按照他的说法 他现在是 2021年版的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再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他并不是说 马上就要执行 就有点像那个 涨价之前 开听证会一样 是吧 全国人民 喜迎涨价 我们知道 他的流程是什么 知道他下面会做什么 但是终归还在想 是不是一个政策气球呢 但看起来好像不像 发改委 发出的这个东西 相对地方 发出的声音 好像 要更重要一点 他应该是完整的 是吧 是有什么刺激了他吗 或者说他前期的工作 他觉得已经做到位了 他已经不在乎你了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西方上台 已经快十年了 大家对他这个 不太讲道理的 这种做法 好像已经默认了 在全国范围内 能够影响到他的力量 基本上你看不见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人在 这个谈论 说西方玩人 整人 一门铃 他这个 搞权力斗争 你别看他是个 这个这个小学文化 是吧 博士文凭 但是作为一个党棍 他是非常称职的 十年来 我们见到的社会舆论 口子越收越紧 原来是有一些人 不敢说话 现在是绝大多数人 不敢说话 整个社会的风气 逼着你去自我审查 前两年还有一个提法 是吧 就尽可能不刺激他 有可能会让你 获得更长久的安全 但是现在 他准备形成制度了 你想刺激他都不容易了 如果说他要把整个新闻领域 全部收归国有资本的话 还有谁 会跟他对着干呢 那就直接是政府了 是不是 因为 公有资本 操纵所有的媒体 在这种情况下 私人的声音 作为社会观察者 作为这个有道德 有良心的舆论监督媒体 他的监督功能 基本上就 看不见了 因为在党委的领导下 你想 哪一个公有资本 不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呢 如果说 按照他的要求 是吧 党要管理一切 全国在他的 指挥下 最起码 党的系统 在他的指挥下 不会再有一丝一毫的松动 那么你还能期待 在未来的时间里 能够看到社会的负面新闻吗 小骂 大帮忙的 有可能还有 就像给你 调剂一下 让你的生活不要那么平淡 终于会有一些 刺激你眼球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 所有的新闻领域 如果说 都如必食指 像这个新华社通稿一样 一发 报纸上新闻中 习胖的消息 在 显眼的未知上 一顺跑 一排流都是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能期待什么呢 他现在提出来的 所有的媒体 可能包括传统媒体 和新型新闻媒体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今后将看到的消息 都是整齐化一的 先把习胖 抬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 然后再把党的政策 解读给大家 这一下就回到了 改革开放之前 人们可能 现在还在怀念 江湖时期 但是即便你再怀念 你也回不去了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笔烂的世界 到最后 我们知道共产党在 新闻行业中 他们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 他们不断地编造一些故事 来说服本国人民 麻痹自己 大家都不要说话 都要听党的话 听西胖的话 这种日子 其实中国人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改革开放之前 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按照他上台以后的说法 叫不能互相否定 那现在是不是完全否定 后三十年了呢 一共七十年 前三十年他觉得是好的 后三十年他觉得有问题 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逆转了中国社会 让改革开放的进程 戛然而止 所有人们可以怀念的东西 很快都将不能谈论了 因为他有一个市场准入 百分之百的公有资本 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 涉及到新闻行业的变革 但是我相信 大多数人都被他麻痹了 认为他只是一个像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 这么一个征求意见稿 你认为从他征求意见到他 形成文件政策贯彻实施 会有多长时间呢 去年有一个反浪费法 大概是从习胖提出反浪费 到制定这个法律 人大开始搞 差不多一个月 今年说这个共同富裕 从习胖提出 到遵照执行 下面给你出台政策 也差不多是一个月 所以发改委现在搞的 不是征求意见稿 而是一个通知 既然他说了 他下面就会这样做 因为这正是西方想要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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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